郭彩杰杠上了航空公司 他以信用卡点数兑换的国泰航空机票 让姐姐带弟弟出国 去年是顺利的通关 我今年登机前才被告知 姐姐的英文骗字错误 经过紧急处理后 被凹了一万两千里程数的手续费 郭彩杰很不满 因为他认为两边都有错 不应该有他一个人吸收 因此决定战时去搭国泰航班 依然郭彩杰独自坐在商务舱 看起来好开心 但常常搭飞机的他 最近却传出应家人订票问题 巨大国泰航空 还一度气的想宾德 郭彩杰曾经用信用卡累积里程数 兑换了两张机票 让家人出国度假 当时通关顺利 让郭彩杰放心地在今年再度定位 不过这一次才出了包 就在2月3日 郭彩杰姐姐带着年仅15岁的弟弟 准备出国 不过却在登机前一个小时 才临时被告知 姐姐的英文拼字有误 无法顺利登机 紧急处理后 人付了手续费 但郭彩杰姐很不满 表示虽然是他自己出心答应 但郭彩也有失误 该负担一半的费用 并且表示近期内 全面巨大国泰航空 目前我们没有办法 连络到郭彩杰姐 但是我们根据媒体的报道 郭彩杰姐是经由 亚洲万一通公司 所兑换的 国泰免费的机票 这些兑换的过程 是经由亚洲万一通 他们所来执行的 而不是国泰航空 虽然航空强调 郭彩杰姐并不是 透过官网来订票 都是会来了解状况后 与郭彩杰进行沟通 而郭彩杰在脸书上发表 心情虽然是以消费者角度 就是论事 却被网友攻击 连郭巴都亲自上火线灭火 他也快速删除了脸书言论 中文新闻 在人中 李佩萱台北 台湾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